再過幾天就什麼 不要摸鳥搭你那一車 等一下一陣書嘛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交往滿六年 二二 我們的交往今天是二二 所以我們趁正現在來錄一個 我們沒有Re過 真的沒有Re過 還有錄一個真心話好了 最好一點是哪裡 任勞任怨 我們不喜歡這個答案 就是真的就是看得出來那個 當然媽媽之後 其實在忙當媽媽之前其實就 就還蠻會照顧人的 然後時不時的時候 其實我在看他餵奶啊 照顧小孩啊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看到那個光輝 我會覺得很感動 那一刻其實他都不知道 我自己有摸摸 有看到他的時候覺得 他很累還是願意做這些事情 我母親很堅強 我認識的男生裡面 數一數二的脾氣非常好 女生真的在懷孕 還有帶小孩那個過程 那個操勞的過程 真的有時候真的很難 控制自己的情緒 可是 一切都是荷爾蒙作祟 可能也是個性真的不好 但是 但是必須要稱讚他一點 就是他 不會因為你的情緒很大 罵你 不會去 因為累啊或什麼 就把那個脾氣線嵌入到你身上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難 因為有時候人在累啊 或是怎麼樣壓力的情況下 是很容易把情緒轉移到最親近的人身上 可是他必須說 你需要哭了 就覺得很委屈 但是他 他從來都 第一題這麼感性啊 對 他從來都 你是想要趁這個主題來跟我告白 沒有 沒有 我又想做一個好笑的 好笑的 好笑的 好 你繼續講 其實他 真的是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現在的狀態 其實真的是 都蠻蠻辛苦的 但有時候覺得 很難避免說那個爭吵 就是太疲倦 男人太疲倦的過程 真的是很難 不會有摩擦 可是 感謝他一點是 就算 兩個人有時候再怎麼樣 不想對方的時候 他也不會 真的 就 把那個 壞的情緒 反彈到你身上 然後讓你兩個人爭吵 就變得更大 剛剛交完那時候真的 可是因為我很 我太年輕了 所以那時候還是會覺得 好像沒什麼差別 因為還沒有體悟到現實 真的很殘酷 所以呢 只是內心會覺得 好草莓喔 就是相較之下 會覺得他有點肥 可是 在那時候也沒有想很多 就是這樣一路這樣 莫名其妙的 就結婚 然後一直到後面 慢慢 現在生下來 真的有覺得 他有因為 因為人生做了一些轉變 然後變得更 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找到 他真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 感覺到他 整個人的 不管是 對工作的態度 或是說 還有一些 做事的企圖性 或是能力方面 他 我覺得有明顯的 覺得 有變得 比較成熟 當然雖然好像 跳脫工作外 就是一個生活白痴 我直接想要 白言他 然後想罵他 你隨便說 他講一下優點就好 其實是講一下優點 要補充一下缺點 我一定要講一下 平衡一下 平衡報道 都很得意 然後也很 怎麼講 落落大方 是一個抬得上 抬面的 慢慢欣賞他這一點的 你先把他放大 放大 他會支持我 我的夢想 就是我只要做 想要做的事情 就好 因為我跟他結婚 算是我想要跟他一輩 其中一個還蠻大的原因 在工作裡面 會出現很多很多 大量的 可能 年輕的 或漂亮的 女生 那其實我覺得 光是這一點 我覺得光是女生 要做到 他有可能是 完全 完全在照顧器 沒有理我 可是我覺得多少少 再怎麼樣眼睛慘 都會看到 我每天開著 那麼大的 27寸螢幕 在修漂亮女生的圖 然後 然後我 拍漂亮女生的照片 甚至我手機的封面 都是 都是我拍過的 漂亮女生的封面 因為我覺得那是 很美的作品 我每天看了我自己 心情很好 可是他並不會 拿這個去說嘴 並不會拿這個去 跟我去 去爭吵 超簡單 來 我們是好久沒有 忘了對 對方眼睛 要幹嘛 沒有啦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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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要想 我們 六年前見到 見到彼此 的那個 那個感覺 要 回想一下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那個畫面 要跳一下嗎 我們生完小孩 或者是 去年實在太累 好久沒有好 這不是演的 然後看著 對 對方說 就是 謝謝你辛苦 然後 抱抱 就是你喜歡愛的抱抱 對不對 好跟你講 謝謝你辛苦 老婆愛你 你還對我講 那你還對我講 這不是不認真喔 好啦 謝謝你啊 辛苦了 認真 好啦 謝謝你辛苦啊 Hello I love you 他真的不認真